前几日有报道称韩国制造的某主战坦克 在训练的时候发生了故障 导致了坦克炮弹孔发生了炸裂 当时炸裂的声音非常的大 当时的士兵吓坏了 导致这个问题的便是韩国的军事工业不够的成熟 假如有人问你中国陆军最重要的兵种是什么 你会怎么回答 相信大部分人会回答装甲兵 但对中国陆军来说 还有一个兵种长期以来和装甲兵并种发展 那就是炮兵 对炮兵的偏外从解放军成立到现在一直没改变过 中国陆军仅有的两个横跨是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武器 其中一个就是99式主战坦克 至于另一个 就是炮兵的PLZ五次型火炮 而在定型后其主要作战指标均优于韩国自称亚洲第一炮的K9自行火炮 PLZ五次型榴弹炮 是口径155毫米的长身管缕带自行火炮 是中国研制的最新主战炮兵装备 2005年定型并装备部队 该炮在20世纪90年代立项研制 历经三个五年计划 由PLZ45型自行加弄榴弹炮发展而来 它与K9相同 均是采用52倍口径深管的第三代自行火炮 由于中国火炮的自动装弹机基本都参考了俄罗斯同类设计 PL-5那炮塔多少带上了一些2S19火炮痕迹 但在实际性能上PLZ5和2S19并不是一个档次 2S19型自行榴弹炮火炮口径152毫米 自行火炮发展到现在证明 北约体系的52倍口径155毫米火炮 要远远优于华约体系的59倍口径152毫米火炮 韩国正式看到了这一点 才决定K9的火炮采用北约标准 由于在国产第一代155毫米系列 压制火炮PL-45的研制过程中 中国已经取得的比较丰富的设计经验 因此52倍径155火炮的研制比较顺利 但在实际打靶时发现火炮综合性能和国外 同规格加流炮仍有较大差距 到了1999年 国产自动输弹机仍然在技术攻关 装炮试验的初期产品最大 射速仅有6到7发每分钟 而且鞋弹量还不到国外先进自行火炮的一半 而此时K9已经定型 科研人员意识到必须跳出西方的发展套路 建立自己的技术优势了 经过技术攻关 科研人员成功解决了尾仓式装弹机存储和装填模块装药的技术难题 极大的提升了火炮自动化程度 火炮最大射速超过8发每分钟 最高可以达到10发每分钟 爆发时可以在15秒内发射4发 并且能够做到命中同一目标 而韩国K9为人工装填 火炮的最大射速为6至8发每分钟 爆发射速为3发 15秒 PLZ主在弹种 发射药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发射火箭增程弹和上述底排弹的最大射程 分别为40千米和50千米 而K9同类炮弹只能达到30和40千米 在射击轻度上05年定型的PLZ-5 也远远优于1999年定型的K9 通过PLZ-5的研制 中国找到并开创了自己的大口径长身管发展道路 从跟风到造风 中国火炮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并确立了中国火炮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反观K9 还在继续着亚洲第一炮的童话